《药书亚记》第8章第21节 《药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夺尿成,成中烟气飞腾,转身回去,击杀崖成的人》 我觉得我从来未见过一个人将信仰当兴趣用法子,除了我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讲道会一件事都是,如果你说跟规条那边跨欧就不可能 你要发现我的信仰是跟兴趣跨欧的,所以我会有很多的题目,譬如2012真的可以说发挥我的所长 我就最喜欢看这些东西,我最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原来里面还有那么多东西,还有那么多东西印象我们 所以我就知道,起研究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无论是建立教会,建立体制,建立神迹,建立神迹聚会 我用兴趣的发展,都无往而不连 而并且在过程中,可以学会如何跟圣灵沟通 所以我相信三年前突然用高达成为我的生日礼物 其实神想贯通这件事,在顶尖面看到一件事 高达肯定你接触他,真的除了你的兴趣 但这除了兴趣,为什么里面有那么多神的声音 那么多恩高,那么多突破呢? 原因就是,其实圣灵最好跟我们沟通的方式 是以兴趣方式,起码是我们的阶段 这是我们的兴趣,这样想 然后圣灵的责任当然是教我们,提醒我们 给意见我们,全部都是提升我们 但是我发觉在今年我们接触AI 也是陌生的,一个全新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想着,世界如果不学AI 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做 其实就会当做责任和压力底下 就应该好像外面的人就会被指指指 不会学,学一点也有压力 并且我相信,我之前还没说过 把这些生日礼物,之前的时候 你们听的时候,有点陌生感的 对AI 第一,起码没有想到自己会 接触或者全面接触 但是我相信,直至今年 因为我亲眼看你们做的 有些产品,看到有些 例如迪叔,基丁,加序或者科林 都将日常应用的方式 摆在他们的生活中去学AI 看到另一些 就很努力去做一些产品 但是这些全部都以前没有接触 但是现在要接触 其实就是如我所说 临老才学这些 才会再将我们 一直未有的性格 更加多元化 即未有的美德 多元化 而事实上 困境越大 我们动用的 毅力 或者我们动用的改变程度 就会更加多 就好像我在George所说 其实有真理 你听到真理多 不是等于你拥有的性格 你一定是执行的真理 才能拥有的性格 因为执行真理的时候 是个难题 是个难处 是需要变通的 我们经过几十年的 执行真理 在石安 其实都属于意义 但是 突然去了AI 看到电影姐妹 无论多大年多 多年多 多年多 都去学 很恩惠 因为 就算我在年头 打算做我生日礼物 到现在 九月日 看到的产品 我都没有想到是这样 即是 很惊讶 我一直看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想到 真是想不到 我有生之年见证到 承认这件事 是可以一个家序 或者一个科隆 做得到这样 我都很欣慰 如果欣慰 就是除了产品 就知道 其实整体整个群体当中 你们的改变是多大 因为之前或中 我未必知道 三年前都未必知道 改变程度是多大 但这三年 怎样我亲眼看都思好 是由不懂能够做到 很想刚刚的高达 我们可以见证 那些改变是多大 因为最主要 不是只是一个人做出来 就是几百人做出来 其实香港的合作 对彼此之间 能够架构出 那个系统 然后将那些东西 能够变成成成品 然后那些品牌 就是出雷不遂 知道的难处 还有他们的沟通 交流 在管理方面,在设计方面 那个进步程度 因为事顾组里面有差点的 然后我一看AI 就发觉 因为做AI当中 很多事顾组的小师都有参加 我就看到一样 我想到 你们会用AI 做沙尼伊拉当然 但我没有想到你会进步得那么重要 去到这样的程度 约书下记第八章 第二十一节 约书下和以色列众人 见伏兵已经奪尿成 成中烟气飞腾 就转身回去 击杀艾成的人 一生走过 尚亦高低潮 参集成和败对照 得主光照 变清剧情 各种巧妙 如今得失不再重要 神力应满省品格的进程 至宝贵 心碎耳 如火的决心 一生 寻写起自我 愿途做一生 愿奉活制 我身 人生千百学 我愿面对 一福一收尚 留过救我 愿成章 鲜亮阵风 跟着洞世紧扣金环方向